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从已放出的节目预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天天兄弟作为导师要对选手们进行点评 而王一博面对昔日的队长周一轩似乎也毫不留情 这不禁让有些网友觉得很尴尬 毕竟王一博的组合unique还没有解散 王一博现在的头衔都还是unique减王一博 而周一轩作为他刚时的队长如今俩人的禁忆可谓是天差地别 不知两人之间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小编为此也还特地去了解了一下 周一轩在组合内因为年纪比较大 连一直都是对组合成员非常关心的 给了他们很多细心的照顾 所以组合内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然而周一轩的事业心好像也并没有那么强烈 就拿前一阵子闹的飞飞扬扬的女友事件来说 虽然说就年龄来讲 柔女朋友也不是什么粉丝接受不了的事情 但是像女友直接对粉丝这种事情还是有一些太过了 毕竟作为一个事业还没有稳定下来的男爱豆 残酷点来说 粉丝就是她的一世父母啊 她这次上这个节目名演员也都能看出也是王一博想要帮一帮她 毕竟以王一博现在的流量来说和她同况就有话题度 而在娱乐圈这种有话题度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 这就是对她的帮助啊 而对于网友的担忧 我相信这两人在私下肯定已经有过交流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而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王一博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对于自己的兄弟能帮还是再帮 而且在她大火之后 她并没有放弃录制天天向上 毕竟天天向上作为一个每周都要有录制的综艺 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流量明星来说 其实是很难兼顾的一个选择 毕竟有的好剧组 它是不允许其在拍戏期间请假的 而王一博有这个综艺在身 就会被天然地排除在这些选择之外 当然录制天天向上也有利有利 跟着韩哥这些前辈也能够学 习到很多的东西 就像粉丝常说的 天天向上就是王一博的社会大学 而且天天向上作为一览 非常正能量的节目 接触的人物都是各行各月的精英 也都是我们的榜样 此次天天向上的策划 也是别出心裁了 表边算了算时间 追逐梦想的哥哥们 和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播出时间 只相差不到两天 哥哥和姐姐们不仅互相之间较量 是不是也能隔空battle一下呢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想必大家还记得前几天 在湖南卫视的扶贫晚会 直播中的场景吧 本来一台在正常不过的晚会 却因为一位男观众冲上舞台 向迪丽热巴求婚引起热议 作为目前人气很高的男性王一博 当时的反应也非常迅速 用眼神示意台下工作人员赶紧上 来解围 不过可能有的观众还不知道 其实王一博当时的身体 一直不怎么舒服 又由于长期站在台上 脚和腰也略有酸疼 王一博从前段时间到上海录制 这就是街舞 据说拉伤了 又在冰火剧组也有受伤 后来马不停蹄的到湖南录节目 整个行程是连轴转 晚会后 王一博又投入到 天天向上的录制中 前一天还是深夜才下班 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在了湖南卫视的大楼 和前段时间在冰火现场不同的是 王一博的头发长了一些 看起来像极了樱桃小丸子 难怪网友都叫他玩色 而除了鞋子 一身黑色装扮 似乎和前一天一样 并且有悉心的网友发现 已经三天都是黑T恤了 这也意外曝光了王一博的行李箱 内容 此次从冰火剧组出来后 已经先后看到王一博换了四双鞋子 一份没有变 所以行李箱基本上就是黑衣黑裤 然后就是一堆鞋子吧 不知道是不是在上班路上睡着的原因 王一博的后备衣服 看起来皱皱巴巴的 完全不符合一个偶像的形象 有粉丝开始脑洞争着 要去给王一博运衣服 想想这画面也真的很搞笑了 朋友们 你觉得现在的王一博行程 是不是有点太满了呢 近日 杜华官宣称为 乘风破浪的姐姐女团经理员 与发文 一起探浪而行 没想到评论没有一条是夸奖支持她的 全是王一博粉丝的诉求 事件的起因是 有粉丝放出来了王一博近期的行程 从图片中我们就能看出王一博的行程 有多密集 就算是机器人也需要充电啊 大家都知道从五月底 王一博就投入电视剧 冰与火的拍摄中 在这期间除了要录制天天向上 还要录制街舞三 关键是还要飞到不同的地方去录制 可见工作强度之大 王一博每天的工作大多都是到凌晨三四点 然后又赶下你的行程 就连睡觉的两个小时 也是彩排完才休息的 有消息称 因熬夜路街舞感行程 下午又中暑了 而且还有现场姐妹说她咳嗽 腰疼 在后台还吐了 还有出手吧兄弟节目现场直播时 也有主播透露 王一博的身体状况 大致就是说 天一博的事朗诵是下午提前录制好的 她因为身体不舒服 下午录制的时候还吐过 就算是年轻也经不住这样 热腾啊 这段时间的王一博就是一个工作机器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真的让人很心疼 真的希望公司能关系一下 一人王一博的身体状况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赚钱工具 我观察过很多的品牌方和杂志社 对于王一博的宣传 从来都离不开热爱 和陈文两个词的独剑出现后 她身上明显的特质与标签 不仅为粉丝所爱 也终于被商务品牌及时尚领域的更多人注意到 她的热爱是赛道上的狂欢 当然也可以是滑板 也可以是舞蹈 可沉稳 又是从何而来 我经常能从追星朋友的微博里 看到从前王一博与粉丝的互动 对我来说 这很新奇 因为把现在的她与从前的小孩 联想在一起 有些突兀 却又有种说不上来的自然 从现在 与粉丝少之又少的互动间回望从前 也是一个青涩岁月 这坦荡未来的一个过程 5月9日一博发的微博 至今在我心里都是一块解不开的疙瘩 制止不了却也无可耐克 抛去与公司的矛盾和主观的情绪 就现象来说 这好像也无法避免 从2018年开始 这样的踪迹也总是捕捉一二 有人会说身为艺员 那些情况只会数不胜数 可也正是这一部分原因 让艺人因为害怕或者厌恶 将自己封闭 选择把自己藏起来 从刚出道透过车窗以粉丝激讲 到如今相互的隐忍与沉默 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也更是一段人生的领悟与成长 对于他来说 这可能也是也是 唯一能让自己 没想片刻安眠的办法 艺人接受不了过于沉重 以至于变味 但爱意和混杂在爱意中的利益薰心 对于真正怀有爱意的粉丝来说 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未尝不是一种好事 所幸的是 他虽在生活中沉稳了不少 却从不在舞台和赛道上收敛 我能从他2019年的各类舞台上 感受到他从未改变过的野心与张扬 许多人追逐这样的改变与反转 也经常会做这类台上台下的反差视频 也恰好因为这种从未刻意的改变 为他顾粉无数 粉丝也大可不必因为 如今的静默 而担心他的状态 从佳人6月看的采访中不难看出 他从未因为过多的干扰 而主动打乱自己的生活 对于粉丝的理智支持 也总是尊重且习惯不说出口 如今的王一博 也需要生活中的静默和舞台上的张扬 各种风格不同的 服装和设计都能毫无压力地 运用自如人间借清爽漂亮的男孩子 到底是吵走的衣架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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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